黃色直升機試圖靠近漁船甲板 慢慢往下降落 原本以為應該停得差不多了 怎料直升機螺旋槳打到船上金屬支架 瞬間被反彈 墜落海上 而且機附朝天 機身海冒煙 情況緊急 船上人員都慌了手腳 不會錯方向 然後等發現這個船不是我們的船的時候 它的油料怕不夠 那不夠就是要請對方的船 幫我們能不能加油 應該是要降在這個船旁邊海上 由那個船來幫它加油 原來直升機是高雄之間 知名漁業公司委託 配合自己尾網漁船出海 探查漁況 當天18號 他們在太平洋海域捕鮪魚 疑似直升機GPS故障 找錯漁船停靠 卻又急著必須加油 協調別件公司漁船幫忙 但機師卻執意停在甲板上 而不是迫降海面上應而娘惑 台灣自己沒有搜魚直升機 因此出海捕魚必須委託國外公司 幸好機上船員及機師立刻被救起無礙 而責任歸屬也由直升機公司承擔 只是看看直升機機尾斷了 機身上也都是破損 即時一時輕忽的決策 害直升機公司損失慘重